本节目由一秒二年嗨起来的 秒嗨APP弹注播出 秒嗨APP运动短视频社交平台 顾超的这次失误 是造成这次失分的占到70% 我们如果球员正常发挥的话 应该是在三个球以上的水平 就是应该说教练团队应该承担 非常重要的责任 没有豁出去拼出去这样的决心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换一些更年轻的球员上去锻炼 为下一次做准备了 首先咱们脱离比赛之外 谈谈此次在现场解说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必死紧张呢 紧张到没有 我觉得挺稀奇的 挺好玩的 原来在欧洲杯期间也跟央视有一些合作 然后是在演播室内 这次在场地边上 因为到了氛围下 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以前作为球员的那种感受 还有流程 国家队的 我进场的时候 正好赶上国家队的大巴车来了 不是大巴车 它是那个打前站的 送很多装备啊 没有车先到 然后他们拉了很多包行李什么的 有一个水箱也在那 我呢 就是下意识的想帮他们拿一下 因为他放在那没人没人拿 我想帮他们拿 想送到休息室 差点跟着他们人走到休息室里了 就是那一刹那你会感觉好像自己还是运动员还是球员 还有这个想要到那个休息室到球长去踢球的那种冲动 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一刹那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说实话 作为一个职业球员 我相信我看球的这个感觉和普通的球迷会有一些不不一样 你在看门道的时候呢 确实说实话比在球场上踢的时候要紧张的多 特别的是想要这个你支持的球队取胜 那么在有一些球的处理上 你总会去觉得如果这样子会做得更好 尤其是你会比较了解当时他们拼抢的一个情境的时候 就会比较着急 有这种确实像你说的这种冲动 想要去到球场上帮帮忙使使劲 但是又没法说实话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确实心态很复杂 很着急又使不上劲 挺难受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们踢的不保守 尤其是刚开场 我们从这个开球战术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是很积极的想要去进攻 宇海作为这个左边后卫也已经插到前边了 第一次进攻就赢得了个角球 其实对方的进攻你可以从这个看门 这脚射门来看呢 也是说实话没有太多威胁 这是我们上半时甚至全场几乎最好的一个得分机会了 张雨宁的一个边路船中 黄文文我相信不太清楚身边的这个情况 他转身就设门了 其他人再带两步的话 他身边没有人干扰 他可以设得更从容 角度更大 右路的船中 到门前划过 差一点点 已经二十分钟 从前二十分钟来看这个时间 我们说实话并没有创造特别好的机会 反而在我们这个后防的时候出现了几个 防守不是很到位 配合不是很默契的这么一个情况 也源于 于好吧 其实本身他并不是踢一个边后卫的这么一个 不是他熟悉的一个位置吧 而且从上半时的这个定位球 刚才是个定位球 我们创造出定位球的数量 也没有对方多 好像也不多反正 挺沉闷的 这个比赛 操方踢的 你也没有看到更多的漂亮的进攻 这个球我们注意看 哎呀 我们可以停一下吗 让我把这个球说完好吗 首先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慢镜头 首先对方在中场得球 没有特别多人干扰 就是我们干扰不到的时候 后卫呢 应该注意 在他身边前插跑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首先这个球应该 我们二号球员 人好像应该做得更好 因为在对方在前面一线拿球 已经没有人干扰的时候 马上应该注意到身边的防守的这个对手 盯的不是很好 那么插了一个身后 那么作为左后卫的张志鹏 也应该协防的更及时一些 当然这都是前面的一个失误 那么完全可以弥补的是什么呢 什么员就不要出击了 可能这个也会在赛后大家有更多的评论 是关于这个顾超守门的这一次 可以说是一个低级的失误 如果按照这个百分比来说呢 我觉得顾超的这次失误 是造成这次失分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占到百分之七十 另外百分之二十呢 我可能会给江志鹏 为什么呢 就是在守门员出击的时候 从他的这个体位 从他回防的这个奔跑的这个方向来看 他应该看得到守门员有一个出击 或者说守门员在出击的时候应该有个呼应 那么在守门员出击的时候 江志鹏就 我们最后看到这个画面是 江志鹏把这个顾超撞到了一起 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对方形成了一个空门 在这种情况下 江志鹏应该绕到守门员的身后 对他可能被对方突破的这个线路进行弥补 还有百分之十呢 可能会给任航 在对方要传球的时候 应该如果他更早的能够发现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这个进球也不会出现 不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 或者说是想要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最终失球的后果 但是呢 可能在一些小的细节上我们做的更好 这个失球就不会到来了 没有太多办法 对方应该说到了 进了一个球之后呢 回缩到半场 有很多延误时间的这种表现 然后我们整个进攻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一些配合 也没有创造出很多特别好的机会 就是一味的这个协长船 杨旭的投球百度高龄 这个球可能这也是只能这个赢是最好的一个程度了 因为这种很简单直接的打法 确实你也很难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本场比赛的排兵布阵 很多网友都看不明白 国足到底使用了什么阵型 国足最后呈现在比赛当中呈现的阵型是532 或者说是352 看在什么样的这个区域 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分 或者说我们人员整个的一个是进攻还是防守等等 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判断吧 其实刚拿到大名单的时候 我跟张斌老师在场外的第一现场 这个场边的直播现场也做了分析 我们排出的阵型应该是4个后卫 我真的没有想到把于晓放到了一个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位置 真的这个位置不是他特别熟悉 赛后有种声音很强烈 动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甚至有人提出换率的话题 您怎么办 当然这个决定我们没有办法替有关部门来做出了 但是如果说叙利亚的这样的比赛 球员没有发挥出应该有的水平 我个人认为这些球员他们在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远远高出这场比赛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能力 这个的话我觉得整个的教练团队需要承担责任 因为教练员尤其是一队的教练员国家队的教练员 他的任务就是把队员的能力 这个发挥出来 让他们发挥出来 把他们的优势组合 然后这个互相的这个捏合起来 这个是他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呈现出来 确实尤其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对手 说实话我们在刚踢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跟李肖鹏也是这个我们的队友 我们看了对方的几个球的处理 叙利亚几个球员的这个表现 我们得出的决论说 我们如果球员正常发挥的话 应该是在三个球以上的水平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那么我相信这一球员一定是很努力的 一定会全力以赴 但是努力是够了 没有做到很合理 那这个就是应该说 教练团队应该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 究竟换不换帅 那就看球队的需要 看组织的需要 在没换之前 我们必须要支持现在的教练团队 我们现在的这个球员 您觉得中国队最适合什么样的阵型 这要根据于球员的能力 根据球员的组合 根据比赛的对手 根据甚至主场客场来决定 并不是这样很简单的说 中国需要适合什么 这个巴西适合什么 或者荷兰哪个哪个球队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阵型 这个是非常综合的一个因素 来决定是否用什么样的阵型 比如说我们前两场 OK 对两个大家公认比较强的对手的时候 尤其是在客场对韩国 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手势 或者说是堆积更多的后卫 来这个防止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话 是合理 那么在叙利亚 我们主场 其实球员的个人能力 尤其是在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水平 仍然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 是否合理呢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叙利亚这些球员 表现出来的水平 当然他最终战胜了我们中国队啊 他们表现出来的水平能力 说实话我们六成 取胜六成的这样的把握都低了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那么我觉得首先作为这个 整个的团队确实需要承担 相用的责任 尤其是教练组 那么球员本身 是不是也需要有这样 承受这样压力的能力呢 如果不能 你有什么资格替国家队呢 优秀的球员 他有很多的这个 优秀的特质组成的 你有好的技术 你有好的体能 当然你一定要有好的一个心理素质 这个是保证你发挥的 缺少不了的一个因素 抛开其他的阵型 或者说球员 是不是适应这个阵型来看 那么我个人感觉 确实球员在球场上踢得太紧 完全没有像在T联赛当中 发挥的那么好 其实绝大多数的球员 在联赛当中面对的 包括外援 很高水平的外援 甚至是我们国内的内援 都远比这场比赛的叙利亚 水平高得多 没有发挥出来 我想说的确实是心理的这个因素 起到了很大的干扰 中国叙利亚比赛 这是一个挺难 心理完全可以平静接受的比赛 过程与结果 尽管我们不应该把三分 和胜利强加给中国队 其实输给叙利亚 并非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 场上大家拼尽全力 却毫无效果的比赛过程 也不能完全接受 中国队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 激战术安排的不合理性 评价一个国家队主教练 或者一个团队的战队 和战术的选择 往往我内心 其实是坦诚不安的 但这次我要说 是不是中国队保守呢 是不是我们估计过多了 是什么阻碍我们不能拼出去 这个拼出去并不只是说 拼了全力就叫拼出去 我觉得中国队在守着束缚 球员在守着束缚 因此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关键的 现在似乎还有七场比赛 拿到想象中的15分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 但是最大的直接影响和破坏 就是现在这个结果 球员能否相信自己的主球链 所制定的战略和战术 团队内部的信心是不是一丝危险反而增加 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希望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比赛损伤是太大了 因此得有人站出来 去给答案 这答案不是给我们的 是给国奖们 给国家队 给这管理层给答案 找出路 如果不是这样 后面的比赛 也难以看到转机 这个转机不是出现不出现的 你而是创造希望的问题 这个希望就是你有能力 把自己的努力 转换成有效的现实吧 可能说的有点小悲愤 但是我觉得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其实看完这段视频 对我来说感触挺深的 我在观看的过程当中 也频频点头 我非常的赞同 冰老师这些所有的观点 其实在比赛之前 比赛之中 比赛之后 我们通过电视的屏幕 也对整个的比赛的过程 有一些点评 对存在的问题 有一些自己的阐述 那么抛开了屏幕以外 我们也对这个比赛 确实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像冰老师 呈现在另外一个媒体平台 所说的刚才的这段话吧 确实需要有人 给出答案 这个答案 我相信不是队员能够给出的 我相信 这个冰老师 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很忐忑 因为我们不想打击 这些球员 球迷 职能部门 销炼主 整个足球圈子里边 所有人的信心 包括媒体人 但是我们又不想 说把自己理解为正确的东西 阐述出来 不想保留 需要怎么做呢 很忐忑 像冰老师说的 确实很忐忑 即便是我是一个足球圈子里的人 可能有一些比赛的经历 我也是很忐忑的来评价 我们希望中国足球好 怎么好 我们希望这些比赛 能够把球员的积极性 能力调动出来 怎么去做 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这句话 我们不能接受 在球员努力的拼搏之后 得出了一个这样 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尤其是在四万球迷 现场热情支持下的主场比赛 网上有段视频很流行 赛后球迷喊着退票 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我吗 退去 网上也出现所谓 血利亚停火48小时的虚假新闻 怎么看球迷应有的心态 和舆论消费国族失利的 非正常现象 这个不算非正常吧 我觉得挺正常的 如果说我真心去付出 来支持一个球队 那么有了不好的表现 我有一个发泄的一个方式方法 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远比在球场上喊出这个倒戈的这个话语 或者说带有非常无端的这种指责 要好得多 我相信这些球迷 这样的一个表现 并不是对中国足球失去信心 我反而是觉得他们成熟了 他们进步了 只有我们做得更好 只有我们国足表现出更好的水平 才能够回报这些球迷 对中国足球的支持 之前您乌兹比和斯坦国家队交捕手 对他们的球风有没有印象 比较硬朗 更接近于欧洲的一些踢法 好像我 有输有赢吧 会有胜负 我不太记得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比分了 但是我觉得 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 乌兹别克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大山 就包括现在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放开手脚 有这个置之死地于后生的这种决心态度 能够把所有的国脚在联赛当中 表现出来的这种技战术水平 发挥出来 那么我相信 课堂战胜 乌兹别克 并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竞争的行列 希望他们好运吧 咱们要明确我们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锻炼新人 完全可以让很多90后来参加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争取这个百分之一的可能 我们目的就是要争取再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如果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只有说取得三分 才能够保留这样这个竞争的这个机会 出现的机会的话 我们的战略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如果再像叙利亚这样子非常保守 没有豁出去拼出去这样的决心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换一些更年轻的球员上去锻炼 为下一次做准备了 世界杯的梦想抱有希望就是赢三分 我们做好哪一点都不能保证一定赢三分 因为足球比赛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后边的这句话我暂且不去做评论 就是说我们需要做好哪一几点 首先第一点 从精神层面上放手一波 拼出自己的应该有的水平 那么也许最终的结果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好 但是我相信球迷 我们业内人士都能够看到希望 都能够赢到所有人的一些这个喝彩和肯定 那么从第二点专业的这个策略来说 如果说仍然是用这样非常保守 当然有些人会说你五个后卫就一定很保守吗 荷兰在世界杯上也是表现得很好 包括这个意大利也是同样 但是你要根据我们球员的能力和这个大局观 他们每个人对比赛的阅读水平来设定你的一个技战术安排 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 就说明还是你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 我相信把这两点做好 其他的我们的水平是完全可以赢下比赛的 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即便是说实话 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我们把这两点做好了 能一定会发挥出很好的水平 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过程 当然结果远远重要于过程 但是中国的球迷 中国的足球现阶段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远远大于最终的一个结果